美豆沙女王怀孕被杀了 看过原著的小伙伴都知道 这是不可能的 萧萧在后面的剧情中还有很重要的作用 因此美豆沙女王绝对怀孕了 或者说正在去怀孕的路上 在萧嫣去蛇人族的时候 四位长老与蛇人吃饭的剧情被引去了 这说明五人在吃饭的时候说了一些什么 蛇人族长老应该告诉了蛇人女王怀孕的消息 但是却让蛇人保守秘密 因为动漫早在第二个特别片的时候 就修改了蛇人族美豆沙女王的设定 她还有一个妹妹 就是因为一母双胎惨死在足归之下 因此四位长老害怕女王得知怀孕后想起妹妹 从而不愿意留下这个孩子 就将真实情况给隐瞒了下来 官方也在萧嫣去往蛇人族之前 就已经将萧嫣的剑模放了出来 只不过因为之前的一些事情 导致粉丝们不信任官方 所以一直认为萧嫣的剑模是假的 不过将其很快 四位长老与萧嫣私下的谈话就会曝光 请大家拭目以待 既然美豆沙女王一定会怀孕 那么当萧嫣和海波东等人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都是什么样的表情呢 即使早在三上云蓝宗之时 海波东就已经看出了一些端倪 作为美豆沙女王和妹夫的老对手 她对这女人还是非常熟悉的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男子能像萧嫣一样 与美豆沙女王相处这么长时间 更何况还是以护卫的身份 在海波东心中 美豆沙女王就是一个杀人如麻的魔头 想要让这女人当护卫 给再多的好处都不可能 除非她是心甘情愿 加上萧嫣叫美豆沙女王的时候 喊的是彩琳 海波东心中已经确定 美豆沙女王对萧嫣绝对是爱的深沉 不然萧嫣早死八回了 因此雅菲当着彩琳的面 跟萧嫣暧昧的时候 吓得海波东一激励 赶紧过去把雅菲拽在身后 瞧见美豆沙女王盯着他们两个看 心里越想越怕 拉着雅菲就跑没影了 海波东这个时候非常愚昧 看你说起美豆沙女王的性格 雅菲刚才的举动应该已经被杀死了 但是却没有这样做 那一定不是看在自己的面子上 而是看在萧嫣的面子上 所以海波东早在严盟成立之前 就知道萧嫣与美豆沙女王二人 迟早得走在一起 因此当看到美豆沙女王怀孕的时候 海波东有些惊讶 他知道二人迟早会在一起 但是没想到会这么快 还没反应过来呢 孩子都有了 惊讶之后就是一阵高兴 他虽然怕美豆沙女王 但是内心里是佩服这位女强人的 为萧嫣能够与美豆沙女王走在一起 由衷了高兴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 海波东都极为尽力 只为能帮助萧嫣 分担一些采灵的压力 也正因如此 萧鼎对海老资源倾斜 海波东顺利晋级斗尊 甚至未来突破斗尊也不是不可能 当萧嫣六年之后回到阎盟之时 海波东还专门藏在萧家门外赌萧嫣 亲口讲述 采灵这么多年的辛苦付出 希望萧嫣不要苦苦人家 萧鼎与萧丽对美豆沙女王的了解不多 萧嫣是个大老粗 根本看不出萧嫣与采灵的感情 在没怀孕之前 一直以为二人只是合作关系 萧鼎第一次见到采灵的时候 就是在森上云南宗之时 次数并不多 熟悉承诺实际上还不如 时常听人提起的运运 在萧鼎心中 采灵是盟友 这萧嫣的好友应当给予尊重 如果采灵为了阎盟牺牲 萧鼎并不会为此求太多反应 但是当得知美豆沙女王怀孕的时候 萧丽的态度就180度大转弯 第一反应居然是生气 萧鼎是生萧嫣的气 如此重要的事情 萧嫣肯定是早已知晓 但是却故意隐瞒 万一自己在之前的决策之中 导致美豆沙女王受伤 给孩子造成影响 这种后果谁来承担 萧鼎气的第二点 是萧嫣对待感情太过儿戏 没有考虑蛇人族的尊严 同样失了加玛帝国 与萧家的礼数 在斗气大陆 被退婚是七尺大主 未婚监狱 更是天大的丑闻 萧家在这件事上 对不起蛇人族 萧鼎为此多次看望蛇人族 实际上就是去赔礼道歉的 所以萧鼎对美豆沙女王怀孕这件事 一直都是一半生气 一半惊喜 惊喜的是在后面 严蒙的发展中 采灵强大的管理能力 让严蒙的整体实力每日俱增 萧鼎对采灵的满意程度越来越高 直到萧萧出世之后 萧鼎与萧力从内心深处 为萧嫣感到开心 能有如此女子作为伴侣 是一件非常信任的事情 甚至在萧鼎与萧力心中 采灵的地位已经超越了薰儿 曾经萧鼎与萧力 希望萧嫣努力修炼 把薰儿取回家 经过这几年的发展 萧鼎与萧力越发觉得 采灵才是最正确的主母人选 因此萧鼎开始放权 整个阎盟除了单堂 所有的权力 全部集中在美豆沙女王手中 甚至连萧家族人的生扎大权 也交给了采灵 萧鼎这样做的意图非常明确 虽然萧嫣还没有给采灵妻子之名 但是萧家会给采灵主母之时 萧鼎和萧力的决心有多强 在阎盟与士兵宗开战的时候 当着所有阎盟高层的面 拍桌子怒骂萧嫣 说萧嫣做的是不像大丈夫所为 一旦度过这次危机 萧嫣必须取美豆沙女王为妻 不然就没有他这个大哥 萧力也义愤填膺地表示 支持萧鼎的决定 萧鼎如此生气 是因为这一战 采灵很有可能牺牲 采灵为了萧家付出这么多 还给萧嫣生了个女儿 最后什么都没有得到 就要为萧家牺牲 这让萧鼎无比愧疚 深深的感觉对不起蛇人族 对不起采灵 萧鼎越生气 就说明他对采灵越满意 等萧嫣回去以后 萧鼎与萧丽放下了所有事情 亲自操办萧嫣与采灵的婚礼 除了海伯东与萧鼎之外 耀老见到采灵之后也非常有意思 此时的采灵已经与萧嫣成亲 耀老在很久之前 隐隐约约地察觉到 采灵对萧嫣有异样的情感 而且在耀老的认知里边 只要夺走了女子的身体 就等于夺走了对方的心 所以无论是萧嫣与萧嫣暧昧的时候 还是萧嫣与采灵在一块的时候 耀老都有说过 你还是把他嘿嘿嘿了吧 这种话语 所以当看到采灵真许萧嫣成亲时 耀老并没有特别意外 而是一阵感慨 同时又打心眼里替萧嫣高兴 拍着萧嫣的肩膀告诉他 你娶了一个好妻子 因为耀老听过美都沙女王的传说 一旦爱上一个人 就会永远不变心 无论是相貌还是能力 采灵都是上上之血 萧嫣闭关冲击斗胜的时候 整个西运阁的运行 都是靠采灵一手掌控 是真正的贤内作 因为耀老早就看出这二人关系气场 因此得知采灵和萧嫣成亲后 并没有多少惊讶之情 凡是采灵无比震撼 他从来没有想过 这位曾经只能与自己打成平手的老者 居然有如此崇高的地位 不如的有些尴尬 耀老则是轻轻扶起 采灵许萧嫣 抱起萧萧爱不失手 知乎这小丫头灵魂力量比萧嫣还强 是个当恋幼师的好苗子 从此萧萧就成了萧嫣的小师妹 好了 得知采灵还孕后 海波东等人是什么样的表情 到这里就讲完了 后续还会有更多的豆婆苍穹剧情解析 点击追剧 就能在第一时间接收到更新通知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